而國際焦點來看 針對先前駐約彈金氏基地 遭到無人機攻擊 造成三名的美軍死亡 美國現在展開了一連串的暴富式攻擊 除了出動畫面當中的B-1轟炸機之外 也在半個小時之內 發射了125枚的精準飛彈 空襲85個目標物 為的就是要打擊伊朗境外的聖城部隊 跟相關的民兵組織 美國總統拜登更事後 在社群媒體上面發文警告 說美國不會尋求衝突 但如果傷害美國人 必將有所回應 美軍B-1轟炸機 夜間從美國跑道上起飛 直直飛到中東狂轟猛炸 彈藥庫 榴彈直竄天際 現場爆炸聲不斷 這裡是伊拉克西部邊境城市伊姆鎮 當地時間二號遭美軍空襲 而這是美軍在約旦基地遇襲後 首次進行暴富式攻擊 根據白宮公布的資訊 美軍出動大批軍機 同時轟炸敘利亞和伊拉克境內 共七個設施 八十五個目標物 三十分鐘的空襲行動 一共發射一百二十五枚精準導引彈藥 對準的是伊朗的勝城部隊 以及跟他們有掛鉤的民兵團體 空襲後不久美國總統拜登和美國防長奧斯丁發出聲明正式消息 拜登接著又在發文強調不願引起戰事 但如果傷害美軍 美軍絕對反擊 而就在美國這一次暴富攻擊前 日前遇襲陣亡的三名美國士兵 灵救都已經反抵國門 拜登夫婦親自前往監激悼念 伊朗那時也早就向美國示警 伊朗總統多次重申 不願發起戰火 但這波空襲後 中東緊張情勢是否會升溫 就看德黑藍如何接招 第一名新聞做不到 美軍這一波的暴富恐怕還沒完 美軍放話要進行多層次反擊 除了透過發射飛彈 也將針對伊朗武器計畫跟網路活動祭出新的制裁 我們把時間交給挺庭 美國駐越南基地上個週末遭到攻擊 這也讓美國的軍方高層為之震怒 因為這個攻擊造成了三名美國士兵 以及超過40多人受傷 來看到美國國防部長奧斯定住說 美國一定會做出多層次的回應 有能力依據情勢多次反擊 所以可以看到美國在過去這段時間 也對於敘利亞以及伊拉克境內的 伊朗武裝組織的設施 來進行空襲了 來看到美國其實認為這次攻擊的背後的始作勇者就是伊朗 不過來看到伊朗總統萊西的話 也是說得非常強硬 呼籲不要在伊朗境內攻擊 否則將會迅速劇烈反應 不過奧斯定的態度也是非常的硬 他說如果不是伊朗贊助晶圓 突襲的攻擊就不會因而發生 那除了多層次的回應在空襲的部分之外 另外還包括了美國現在最新是制裁了伊朗的彈道飛彈 以及無人機的採購計畫 包括四家公司以及六名的伊朗官員都被制裁 好所以中東局勢目前是相當的混亂 那麼洪海危機也持續的升溫 夜門叛軍胡塞組織的反艦飛彈只差1.6公里 就可能擊中美國海軍的驅逐艦 然而與此同時 胡塞組織還在夜門首都高調舉辦閱兵遊行 向外界展示軍力 挑釁意味十足 約隊敲鑼打鼓 武裝分子扛著槍械一字排開一起踢針步 胡塞組織新進成員在夜門首都沙納舉辦閱兵遊行 向外界展示他們的軍力 還高喊力挺加撒民眾 不止如此 胡塞領導人繼續搶下美國 大槍美國走投無路 只好請出中國大陸舉重斡旋 但似乎作用不大 只差不到1.6公里 胡塞反艦飛彈就要打到美國海軍驅逐艦葛瑞夫-李浩 這是胡塞飛彈距離美國軍艦最近的一次 而為了報復 美軍又對夜門展開新一輪攻擊 對美國軍艦隊的軍艦 美國軍艦隊的軍艦有新一輪攻擊在夜門 這次對10軍艦飛彈和一輪攻擊機操作 夜門派軍從去年11月開始 對行進鴻海的國際商船展開一連串攻擊 已經導致鴻海貨櫃量減少將近30% 挪威運價分析平台發布最新報告指出 在鴻海危機爆發後的52天 從遠東到歐洲的主要貿易運輸成本 飆漲200%以上 這個數字超過新冠疫情剛開始的前52天 對全球航運造成極大衝擊 紅海海運整個被胡塞打亂 根據美國CNBC報導 許多貨運商只好變通 不是從南非好望角繞道 就是改由從大陸繞進俄羅斯島 歐洲的鐵路來運貨 當中也有商船被迫折返起航點 白白浪費運輸成本 這艘在海上漂了20幾碗的商船 載運價值200萬美元的牲畜 包括1.4萬隻羊和2000頭牛 月初從澳洲西部出發 漂洋過海要送到以色列 但如今卻到不了終點 被迫原船遮返 消息傳出後引發動保人士抗議 除了在海上 在陸地上中東的衝突持續外溢 一名親巴勒斯坦槍手 闖入土耳其伊斯坦堡附近的 一座美商工廠 挾持7名工人 嫌犯還在工廠牆面 欺上巴勒斯坦國旗 逼用土耳其文寫下 為了加薩 以及不是棺材 就是死亡的字樣 警方不敢貿然行動 一直等到槍手上廁所時 才出面攻堅 最後救出所有遭劫持工人 並拘捕嫌犯 另外 以色列駐瑞典大使館周三 遭不明人士放置爆裂物 防爆小阻道場 在受控環境下引爆銷毀 這也凸顯以哈戰爭 讓整個區域安全都亮起紅燈 以哈衝突爆發後 約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平民 遭受暴力攻擊事件激增 甚至已經到達無法容忍的地步 美國總統拜登首度下達行政命令 制裁4名以色列人 凍結他們在美國的資產 因為他們涉及約旦河西岸的暴力事件 TPP的新聞綜合報導 那麼烏俄戰爭呢 即將在2月24號戒滿兩週年了 前線烽火連天 然而烏克蘭軍方跟政府的內鬥 也持續的加劇 傳出軍隊總司令 扎盧茲尼遭到開除 他跟總統澤倫斯基 原本就多次的傳出意見相鎖 然而壓倒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 疑似是功高震主嗎 因為最新的民調顯示了 扎盧茲尼的信任度竟然高於 澤倫斯基 而且超過了20個百分點 在烏克蘭東部前線 阿夫迪夫卡的野戰醫院 受傷士兵接連不斷被搬進來 有烏克蘭表示 俄軍動用所有炮彈攻擊 將道路炸得坑坑洞洞 增加烏克蘭救護車的搜救困難度 這使俄羅斯防長蕭伊古 更向俄軍喊話要往前繼續推進 吳軍情況雪上加霜 因為最近還傳出軍隊總司令 扎盧茲尼要被烏克蘭總統 只有百分之六十二 他當時在烏克蘭 再次推進了烏克蘭的全世界 在烏克蘭的逃亡 他不僅能救了吉尼 和國際防守 但也把烏克蘭的軍力抵抗 專家也分析 扎盧茲尼看出俄軍 想以火力優勢消耗烏軍 但澤倫斯基堅持死守巴赫姆特 成為兩人最大分歧 路透消息指出 烏克蘭政府已經告知 美國白宮要振錢換將 扎盧茲尼去留 眾說紛紜 呼聲最高的接班人 也浮現台面 包括現任的陸軍總司令 和情報首長 然而這兩人卻傳出 都玩具接棒 武軍這場開戰後 最大人事震盪 恐怕影響接下來戰局 TVBS新聞綜合報導 而根據澳洲媒體獨家 PLO針對澳洲捐贈的 41架退役的F-18戰機 被一名烏克蘭空軍拒絕 還扬言說 不要你們的飛行垃圾 再加了一聽聽來告索門 西方國家 徐徐想要援助烏克蘭 來看到澳洲就喊出 另一是有意捐贈 41架的退役大黃蜂FA-18戰機 這款戰機是非常適用於 在航艦上面起降 所以它的體落架是非常堅固的 他們認為這個很適合 烏克蘭的戰場 因為很多的機場跑道 都因為戰爭而受損 而FA-18剛好就可以 很適合短場起降 不過我們來看到 烏克蘭的空軍高官 就向澳洲來說了 他們不想要這些飛行垃圾 所以最後這個捐贈計畫 也不了了之了 不過我們看到 俄羅斯攻進烏克蘭 這個戰事有沒有可能持續過大 而且會影響北約呢 還看到有媒體就指出 俄羅斯總統普卿 其實在2008年 佔領喬治亞部分地區 2014年攻進了克里米亞 2022年全面的入侵烏克蘭 在接下來 是不是有可能建制北約呢 還看到這個媒體就分析了 如果攻屋 如果夠中的話呢 預估俄羅斯其實只需要花5年的時間 就有可能重建 所以有沒有可能這個時間點 就要拉長來看看 有沒有可能在10年內 對於北約來進犯呢 目前北約其實是建議 他們的成員國家 要花至少2%的GDP 在國防上面 但是到現在為止 其實只有11個國家達標 恐怕其他的成員國 也要多多的來重新檢視 他們的國防政策了 另外是華盛頓郵報的獨家報導 說俄羅斯入侵烏克蘭 至今還是有台灣廠商 持續出口工具機給莫斯科 這等於是變相供貨給俄羅斯 國防工業來製造武器 不過對此 我國經濟部強調 在今年年初就已經禁止 我們的組織 在往往 延續擴張位置 在前方的位置 在前方的位置 加入故障 聲稱俄羅斯在推進公務 防限職華油 日前獨家揭露 俄羅斯攻打烏克蘭的武器 背後竟有台灣廠商的影子 華油指出台灣幾順公司的 油性負責人出口CNC工具機 給莫斯科的一家 艾姆遜科技公司 供貨給俄國國防工業 製造攻擊性無人機 那就可以讓俄國的這些航太產品 或者是其他的軍火生產的零部件 可以控制在很精準的範圍 讓它設計的性能完全發揮 油性負責人的臉書 2019年貼出一群人的大合照 把手搭在油性負責人肩膀上的 正是艾姆遜科技公司執行長布萊迪新 而華油取得一張IG公開照片中 布萊迪新2023年2月 辦公桌上出現俄羅斯 和中華民國國旗 這張照片已被刪除 其實俄羅斯的最主要的方法 就是會去土耳其跟中國找台灣的代理商 直接購買台灣的機器 集成公司的油性負責人 向華油指出 台灣一時是出口限制就沒再出貨 但得知華油蒐集紀錄後 他承認去年有出貨 但喬道是不受出口限制的零件 而面對國內平面媒體詢問時 他則堅稱沒有 謝謝 經濟部在2022年4月針對俄羅斯公布的第一波管制清單裡面 其實並沒有包含工具機 這個現象當然後來也引發了美國的關注嘛 所以我們後來台灣才會在2023年初再追加了一筆管制 經濟部國貿署則發信網稿說 今年初已禁止業者將所有貨品輸網扼上I machine 並已要求廠商切捷確認高科技貨品最終不得輸網俄羅斯 發責更提高超過15倍至100萬元 記者試圖聯絡多家工具機業者都不願談此事 二五戰爭開戰後 台灣強調民主同盟關係 如今被質疑疑似有國內商人無阻國資本無國界 各單位自然繃緊神經 第一篇新聞出關後 劉婷婷跳報導 戰爭即將屆滿兩周年 那麼烏克蘭的國際軍團也首次證實 部隊當中有一名日籍的志願者 擔任隨軍作戰的醫護人員 好長一段時間沒有出現在盡頭前的烏克蘭國際軍團 儘管正逢冬季整補的時間 但是官兵們並未鬆懈日常的戰鬥演練 隊伍裡有一張罕見的亞洲臉孔 因為不想真實名字曝光 所以同胞們都暱稱它為AVEC 原因是每每在戰場上 他會不斷大聲提醒戰友們 隨時做好Evacuation的準備 久而久之連上弟兄 乾脆把這個英文單字的縮寫 作為對他的稱呼 說了這麼多 還沒介紹他在部隊裡面擔任的職務 既是一位戰鬥人員 也是救死扶傷的軍醫官 24歲的AVEC回想自己剛剛加入烏克蘭國際軍團時 同胞們對他的亞洲臉孔感到非常好奇 有人猜他是來自於東西伯利亞的布里亞特人 也有人以為他來自中國大陸 雖然連上弟兄的答案千奇百怪 但是當大家知道他是日本人之後 對他的勇氣和敬意已經遠遠超過他的國籍 雖然AVEC沒有介紹自己加入國際軍團 已經有了多長時間 但是參加過不少次戰役的他 卻經歷過無數次令人遺憾的生離死別 包括一位交情最好的戰友 就在他的眼前咽下了最後一口氣 即便AVEC的主要工作是替富商的同袍提供緊急的野戰救護和醫療 但是只要一抵達戰區或據點時 AVEC同樣要舉起步槍執行必要的戰鬥任務 他說這就是戰爭 也許前一秒鐘正在搶救生命 但是下一秒鐘就必須終結敵人的生存機會 他說初次上戰場時至今還印象深刻 因為他不曉得自己能不能正確完成戰場上所有的動作要領 畢竟傷兵的後送轉移風險太高 既要照顧受傷的同伴 還要不斷開槍保護自己和同袍的安全 儘管他現在還好端端的在鏡頭前接受訪問 但是這一切都是拿命換回來的 畢竟沒上過戰場的人 難以體會戰爭的殘酷 但是經過和夥伴們這段時間的相處 他和這些弟兄們都建立起身後的情意和絕佳的默契 尤其在戰火停歇的片刻 同伴們也都會聊聊自己國家的風土民情 尤其大家最常問他的一件事 就是日本料理到底好不好吃啊 這些聊天內容多多少少也能舒緩他的思想心情 雖然AVAC不曉得這場戰爭究竟會持續多久 但是這段從軍經歷 將是他生命中深刻且難以抹滅的一段篇章 我們先來看過年前傳出這樣的消息 讓大家人心惶惶 這是台糖冷凍梅花豬肉片被驗出的瘦肉精 而且總共819公斤已經在全台灣流竄 目前溯源追到了嘉義養豬場完成了採檢送驗 而在結果出爐之前 5531頭肉豬將進行移動管制 台糖冷凍梅花豬肉片先是在台中驗出瘦肉精之後 嘉義縣衛生局2號下午也派人員 前往超市積查 而台中抽菸柱含有瘦肉精的肉品 是由嘉義水上南進去職場所飼養 接著運送到屏東信東食業屠宰加工 嘉義縣家處疾病防治所 結合防檢署通知之後 也已經完成採檢送去化驗 將該廠5531頭豬汁全部完成移動管制工作 相關樣本也於昨日連夜送驗 農業部針對包括養豬場 是否這個豬汁還有飼料還有飼料添加物 這三個方面今天下午都已經完成抽檢 那預估晚上會查驗出來 人員一共採血15頭豬 剃毛以及採飼料 而化驗結果最快將在3號晚間出爐 如果檢驗結果呈陰性 就會解除移動管制 這兩天也有在說這個部分有那個瘦肉精 但是我們的台糖 因為我們本身檢驗過幾次 沒有出現過有瘦肉精 所以我們今天公司是有嚴正在聲明說 請他們再重新檢驗一次 台糖公司也有發聲明稿 強調絕對不可能使用瘦肉精養豬 除了下架相關商品之外 肉品也都有溯源機制 已經依食安法申請復驗 不過究竟是實驗室誤差 目前觀測可能會出現了主要的病症 包括了像是心跳加快 手發抖 血壓變高 或是焦慮 躁動不安 但未來還要持續的觀察 而目前台糖也宣布了 不分批號全數下架 可以憑發票或是外包裝袋來退貨辦理 台中市爆出台糖安心屯梅花肉片 遭驗出瘦肉精西部特羅 當地衛生局對各通路展開機查 其他縣市就連新北市衛生局也動起來機查全聯 現場沒有見到違規批號產品 而台北市衛生局也去了一趟台糖台北營業所 沒想到沒營業之後將再度前往機查 不過表示驗出售肉精同批號 並沒有流入北市 而石澳署說明 全台產品共計生產2730包 819公斤以全數售出 主要在全聯益克城 生鮮超市 台糖健康易購網 三個通路販售 以南部為主 其中全聯就佔八成以上 一旦發現有相關違規的事情 立即下架回收 十一直擊台北市台糖梅花肉片 最大通路全聯 三號下午還是能在冰箱找得到 雖然是不同批號 但還是有立委忍不住怒批 應該要一起下架 讓民眾安心 最扯的是 到現在在北部很多的超商 仍然有台糖的肉品還沒有下架 而台糖表示 3號上午10點開會後 決定同品名不同批次都全部下架 以趕緊通知全通路 不曉得為何全聯還買得到 而全聯回應 稍早收到該品項 不論批號全下架 目前將盡快進行 內部的通知作業 完成相關下架措施 不應該讓消費者有所疑慮的 我們棉花肉片的前幾次全部 一定下架 而台糖也宣布 如果民眾有疑慮 只要憑完整發票 或外包裝袋 疑慮可以退貨 全聯也表示 會盡力協助退貨 你新的發票拿得出來包裝 我們都接受 前幾天有買過 如果發票留著 那就退了 如果疑慮的話 就拿來先退掉 許多買回家的民眾 聽到消息 難免先怕怕 部分已經準備來退貨 就怕商品未來能沒問題 提示新聞 何佳洋 劉一生 台北怎麼到 台糖豬肉檢出瘦肉精 農業部針對台糖來源豬場 進行用藥精查 並採檢這個豬血腥毛髮 飼料等檢體 送到實驗室檢驗 那麼結果稍早出爐了 所有樣品都沒有檢出瘦肉精 呈現陰性 但仍將擴大檢驗 確保消費者的食用安全 國內我們關注 桃園市長張善政跟妻子 今天下午開車要回老家 結果行經北二高三峽路段 一次前車擊殺來不及反應 發生了追撞車禍 兩個人都被送醫 還好沒有大礙已經返家休息 國道上發生追撞車禍 駕駛第一時間自行脫困 站在路邊 其中這名淺色上衣的男子 就是桃園市長張善政 當時車上還載妻子 發生意外後 趕緊下車查看 安撫妻子的情緒等待救援 拖道車也到場 一前一後幫忙擋車 張善政開的就是這輛 銀色休旅車 當時行駛在內側車道 疑似因為前車擊殺 來不及反應 造成追撞 黑色休旅車後車廂被撞到凹陷 車殼和保險桿也變形 可見當時撞擊力道相當大 張善政的妻子坐在副駕駛座 也出現頭暈胸悶的情形 緊急送醫 有點小的皮肉傷 剛剛副完傷 醫生說已經可以讓我回家休息 大概就是這樣子 那這次一個追撞車禍 讓大家真的驚動了 非常不好意思 那我太太現在檢查也馬上結束 那我已經檢查完了 應該可以很快就回家休息 車禍店也在國道3號北上48.4公里處 往三峽方向 下午2點多張善政結束行程後 自行開車 載著妻子回新店老家打掃 卻發生意外 大概鑽山的所有病人 都會感覺身上有一些不舒服 所以我們需要做更詳細進一步的 這個檢查來做進一步確認 不過應該算是會平安 站在急診室內擔心妻子狀況 得知沒有大礙 張善政似乎鬆了一口氣 感謝醫護人員協助 上個月才安妻子一起出席新書發表會 今年桃園市舉辦元旦升旗 也能看見張善政妻子舉國旗緊跟在身旁 兩人感情好 時時一同獻身 不過年假前兩人開車返回老家 沒想到半路發生車禍 還害妻子受傷 張善政自責又心疼 全血在臉上 TV生田家慶 陳怡仁黃靜芬新北市報導 好 另外國會電話門事件呢 傳出兩名中間人 長陽董作跟台術科董作 都深深代表的是 總統府秘書長林佳龍 但對死林佳龍否認 柯文哲則喊話 要民進黨監討黨的文化 不要引賭又贏話 昨天那個什麼投票那個 那個什麼電話問題 哇 奇怪不放過我們 每天打 抱怨綠白電話羅生門自己又挨打 民眾黨主席柯文哲 再批民進黨講廊告稿 好多中間人想促成綠白 國會合作不成 演變綠白豆 雙方各說各話誰說謊 1月31號晚上台術科董作 跟長陽科技董事長林玉哲 稱代表總統府秘書長林佳龍 跟柯文哲談 科辦還去電林佳龍辦公室 確認沒問題 但林佳龍說僅被告知 沒有受益 恐怕是顧及跟林佳龍的交情 柯文哲不證實也不想多說 但林玉哲聲明 稱與柯文哲神交多年 判協助穩定立院政局 指林佳龍事先不知道細節 希望不要再波及他人 拉票可以啦 但是不要去搞太多這種 怎麼講 太耍心計的事 只是跟關鍵中間人 醫師陳永新的傳話 也有疑點 陳永新的市民中指副總統賴清德 除了提郵黃沛 也問如果讓黃珊珊當院長 民眾黨是否能無條件 支持民進黨的副院長人選 柯文哲同意 跟後來所說不接受新潮流人選不一樣 即使是黨主席 在外面跟人家答應任何事情 不可以打據點 最多只能打斗點 當時是因為來傳的話的人 就是這個條件 我問他說你們是這個條件嗎 我是沒意見啦 我回去問問看 中間人的美意向金濤拍案 捲起綠白千堆血 儘管柯文哲收起火器 但野火蔓延難交習 TVBS新聞 華少平李學維 李平宜艾森小組 桃園報導 好 今天最新來看 針對綠白電話門持續延燒 立法院長韓國瑜稍早透過臉書發文 他強調政治口水跟不實的互批公結 並非人民所樂見 韓國瑜也透露 已經找到了幾位合適的幫手 也期待自己能夠扮演好 國會議長角色不辜負全民期待 不過另一方面呢 藍綠雙方似乎也在互相噴口水 因為立法院長韓國瑜第一個上班日 沒踏進辦公室 遭到民進黨開酸偷懶 對此藍營立委反批說 本日無會議已經寫得很清楚 反批綠營的黑韓產業鏈又死灰輔燃 韓國瑜就任立法院長之後 二五號將首次主持黨團協商 不過在他首次的處女秀之前 就因為沒有踏進院長辦公室 招來綠營罵聲一片 民進黨立委丁楚音就在臉書提醒 游熙坤早在報道之前 早已把院長辦公室清空 並點名韓國瑜想偷懶還瞎邊藉口 不想上班有100個理由 韓院長的第一天就沒有進到立法院上班 我們真的希望韓院長 拜託你要認真一點 黑韓產業鏈又開張了 沒有會議不等於沒有上班 二月二號我也沒進立法院辦公室 研究法案都還是繼續在進行 從早忙到晚沒有一刻的休息 姚綠營別見烈欣喜 不過針對媒體指稱 韓國瑜稍等游熙坤打包 韓蔓成青完全誤會一場 使院長辦公室還在籌備同仁陸續進駐 院長則以安排院外辦會為主 例如外界猜測已久的秘書長人選 就在這兩天透過中間人牽線 國會打滾超過30年 曾任副秘書長的周萬來確定將回國立院 據了解就是在二月一號韓國瑜拜會王金平當天 王金平親自力見自己過去在立院的左右手 曾任立法院副秘書長考試委員的周萬來 人稱立院活字典 周萬來服務立法院將近40年 我擔任國會助理時他就在立法院服務 渴望有助於立法院的穩健運行 就任律營都罕見給予肯定在探開數據分析 韓國瑜就任前後對比好感度從原本的0.5 飆升到就任後的1.03 而且正升量超過4成 只是眼前考驗或許還多則 當然過個好年還是最重要的 因此國民黨主席朱立倫加碼8000元紅包 也自掏腰包舉辦感恩餐會 而前總統馬英九維持一貫寫春蓮的習慣 夫人周美欣他更戴著墨鏡跟口罩親自分送 面貪老闆洗著碗 但有人打扮一身黑口罩墨鏡都戴著 手裡拿著一卷春蓮 直接老闆忙著把手擦乾淨 接過春蓮還不忘鞠躬致意 原來他是馬前總統夫人周美欣 馬前總統每年都會印製和周美欣 共同署名的春蓮 一首好字讓民眾瘋搶 但周美欣超親民 低調親手發敦親慕林 不過正值尾牙記 但國民黨年終餐敘 王立都會邀請前任主席 不過馬英九另有行程 沒要去 國民黨主席朱麗倫上任之後 國民黨睽違六年再度舉辦尾牙 去年的尾牙參會上 朱麗倫主席是這麼說的 人人有獎 抱歉 我們沒有辦法給大家有任何豐厚的年終 至少我們有這一份心 主席這份心今年也延續 不過黨費拮据沒關係 今年還是加碼了8000禮券 人人有獎 而且抽獎還結也沒效 朱麗倫自掏腰包辦國民黨感恩參會 2月5號晚上在黨中央樓上席開約20桌 有現金獎 禮券 住宿券等等各式小家店 那民進黨呢 關於員工的福利呢 民進黨都有完整的制度 所以在年終發放的部分也會比照往年 依據黨中央的相關人事辦法來處理 雖然綠營沒尾牙 但有慣例年終都有1.5 而民眾黨同樣年終1.5個月 感恩參會各地好幾場進行週 激烈選戰結束後 各黨都希望給黨工一個好的圍繞 TB的新聞李明輝 葉豐瑋 專開域 台北參謀島 好 不過在年前很多人考慮要換工作了 但根據統計有26%的50歲以上員工表示 他們在職場當中深受年齡歧視的困擾 尤其認為他們不懂科技 固執脾 脾氣差 但對此專家建議把年齡泡到一邊 把焦點放在工作的貢獻度 還有盡量展現活力 丁姐動作俐落的擺放餐具 準備迎接忙碌的餐期 或是在櫃台幫客人結帳等等 她都游刃有餘 56歲的丁姐之前在紡織成一夜 待了20多年做會計和業務 但55歲時公司因為不景氣和缺工而關門 丁姐轉換跑道來到飯店餐飲業 她說中年找工作當然壓力不小 就是等於在人資上面第一關 她在過濾篩選的時候 妖冤滅市的機會就變少了 普遍跟年輕的時候不太一樣 所以我覺得是年齡的歧視 這種是一定會有 那再來就是說 可能企業主會擔心我們的體力 或者是我們的反應能力等等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避免不了 可是我覺得保持學習的心 會讓企業主會看到我們中高齡的優勢 丁姐開朗隨和對工作很有熱誠 她說周圍差不多年紀的朋友 多少有人求職時遇到年齡歧視 或是很難再找到符合過去專長的工作 而以這家飯店來說 就覺得中年人非常不錯 我覺得這個50家以上的員工 她最大的優勢就是穩定度 其實不要說中高齡啦 因為像這種就是中年的 大概45歲 50歲 55歲的這種 其實他們的體力狀況還是很好 那比如說像我們很多外場的同事 她是需要跟客人做接觸的 年輕人可能有的時候 處理一些突發的客訴狀況 不是有辦法處理得這麼好 那有一點年紀的人 通常在處理第一線客人的客訴 或者是一些比較簡單的 比較不好的狀況的時候 他們的處理方式是比較圓融 比較好的 看到中高齡的特質 也能降低人力流動率 根據美國人力資源管理協會 最新調查顯示 過去兩年中高齡員工 在職場感受最深的就是年齡歧視 26%的50歲以上員工表示 在2022年11月到2023年4月間 曾經在工作場合 成為與年齡相關的議論目標 人力資源管理協會 也訪查1000位人事經理 他們認為中高齡員工 更容易被他人認為不懂科技 這佔了49% 抗拒新的工作方式有38% 固執或脾氣暴躁是48% 而房地產大亨柯扣欄指出 中高齡專業人士想在求職面試中勝出 關鍵在於活力 整體資料庫的數據會發現說 求職者他主動應徵之後 被企業邀約面談的這個轉換的比例 那如果從45歲以上之後 他就是節節下降這樣子 建議求職者不論你是在履歷上 或者是你在面試中都要去展現說 你自己最近近期之中 有沒有去學習一些新的知識或技術 或者是你怎麼運用這件事情 在你的日常生活或是工作中 那去降低企業去擔心說 對於我的企業運用一些新的技術 你是不是可以跟得上我們的腳步 甚至是其實你也已經是在運用當中 就不用擔心這個部分 人類銀行建議中高齡求職者 要多去了解想去產業的最新趨勢 和專業技能是什麼 在履歷中精簡二要呈現出 你跟這份工作的關聯性是什麼 也要多學一些新技能 甚至經營自媒體行銷自己 而人類銀行也提醒企業主們 面對台灣要邁入超高齡社會的現實 一昧年齡歧 只會面臨缺工缺人才的危機 在硬體的設備的方面 其實現在政府也不斷地去倡議說 要再做植物再設計這件事 那你要如何運用科技的力量 去降低就是人力的負荷 剛剛有講到 中高齡的體力一定是會逐步下降的 我們觀察到了 即便你的流程跟硬體都做了改善 但是你內部的同仁 是不是能接受這樣子跨齡合作的文化 這個在企業中要如何去呈現一個跨齡的 共創的團隊 大家共好的在這個職場中合作 這個可能企業在內部推動上 都需要花一些心思跟做法 去提升這個友善的程度 年紀大不是工作的洪水猛獸 成就心態才是 部主要避免年齡歧視 善用不同年齡層的員工 求職者除了過去經驗 也要多學習新技能 企業和員工都要走出舒適圈 TVBS新聞張智安王一傑聽不到 但如果想要順利退休 理財計劃一定要超前部署 尤其近年來 以防養老成為了新的趨勢 數據顯示 國營乘坐以防養老去年高達了 444億元創下歷史新高 專家建議盡量拿出兩成月薪 作為未來的退休計劃 車子的麥克風音量 觀看設備 足以檢查 李小姐在國父紀念館 擔任音控部母工作 已經年過花甲 李小姐再沒幾年就要退休 早早就規劃好第二人生 第一就是要身體健康 第二就是要財富自由 你要足夠的本金 然後去享受退休的生活 退休的那些經濟來源 大概就是以防養老 因為我年輕的時候有買一些房子 然後我覺得這現在推出的以防養老的政策 很好很符合我們要退休的人 年輕的時候開始存錢 接著貸款買房累積資產 從40多歲開始布局退休生活 20多年過去退休的日子逐漸到來 李小姐規劃未來將以房地產當作養老本 不論是自己當包租婆 或者給政府包租貸管 都能為自己留下退休後的穩健收入 40幾歲 民國93年的時候 大概就開始 開始規劃退休 因為我覺得退休要有錢 你不能只靠退休金 可能一生病就不夠用了 配合他們包租貸管 然後給需要房子的人 一些房子讓他們選擇 然後我們也可以不要省薪人 可以收一些租金 在國負經理館擔任 因控部門的工作 這是李小姐的工作日常 早早的就規劃了退休生活 而很多民眾未來也都會面臨退休的挑戰 如何做好理財規劃 成了大家未來當前的課題 尤其是現代社會人口結構改變 國民平均壽命增加 勞保基金面臨破產危機 退休之後不能只靠政府 專家建議把握年輕時的高投暴率 若要抵抗通膨 維持退休的生活財務 至少要拿出兩成薪水 用於投資是合適的比率 但目前國人多數 只將薪資的1%到6%用於投資 比例上來看略顯不足 在國人的平均年齡是來到了81歲 其實以法定退休年齡65歲來看 還有16年的退休規劃生涯 也調查了這些高齡上班族 他們理想中的二度就業規劃 包含了門市的客服人員 又或者是比方說警衛保全 還有客服老師 另外像是包裝禮貨員 這個也是他們相對來說 覺得比較安穩的工作選項 但不是每個人到了晚年 還有餘力能投入工作 專家建議趁著年輕時候 選擇投資報酬率約8%的投資標的 比方說像是股票 福利效果 累積資本 年紀稍長的時候 選擇相對穩健 投資報酬率約4%到5%的投資選項 像是債券 借持保值保本 避免高風險的投資 以及過度借貸 長照保險也很重要 國人平均壽命增加 民眾需要長照的時間約8到10年 開銷評估至少花費600萬以上 若沒保險 退休金很難撐 趁著年輕時候可以及早投保 將要退休的族群 那你可能要自己精算說 未來我可能退休需要多少錢 那我準備了多少 那我什麼時候可以退休 那這個事實上是可以預估的 那最後就是已經退休的這一群人 那你可能要做好這個財務的分配 跟同事的策略 也有不少人選擇以防養老 根據金管會數據統計 截至2023年底 國營乘坐以防養老 核帶7838件 一共440億元 2023年全年增加了1141件 還有66億元 建數跟金額分別創下 歷史次高和新高記錄 但目前仍以雙北地區案例居多 中南部長者觀念相對保守 流房船子的部分仍舊生存 這幾年確實在業務的推動上面 有越來越好的趨勢 那一方面來說是國人對於 以防養老接受度提高 二方面來說的話呢 確實房價往上走 也提供一定程度的幫助 那我們也可以觀察到 在接受的區域上面來說 還是以雙北的房價相對比較高的區域為主 那中南部無論是房價或者是說 一些民眾的觀念 可能在接受上面來說 還需要一些時間 及早規劃佈局未來 以防養老不靠子女 享受良好的退休生活 TB新聞陳仲寒來一名台北採訪報導 至於在中國大陸呢 疫後經濟想力拼反彈 恐怕還得加把勁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IMF的最新報告指出 大陸今年GDP成長率 恐怕持續放還到2028年 關鍵原因 請聽幫我們說明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IMF持續對於大陸的經濟 整體成長率 恐怕是沒有那麼樂觀的 看到大陸的GDP成長率 在2023年是來到了5.2% 而目前IMF預估呢 在2024呢 可能會達到4.6% 不過在2028的時候 恐怕會下滑到3.4% 這樣子一路的溜滑梯 那背後的原因呢 報告也指出了 包括呢 像是房地產疲軟 外部需求低迷 以及生產力降低 還有人口老化的問題 另外還當然就包括了 目前的國際局勢 而且低緣政治的關係緊張 也會造成 投資人對於中國大陸的市場呢 是不具有那麼多信心的 那其中呢 由於在房地產這一塊 可以看到呢 收縮其實是超過預期的 所以抑制了私人需求 另外也削弱了市場信心 給家中地方產生的困難 最後造成了通貨緊縮 以及金融的負反饋 不過IF的報告裡面指出啊 他們也是認和了中國大陸 這段時間對於房地產的 去槓桿化這一塊 認為呢 雖然做了有些急促 造成了房地產的泡沫化 但是這個過程呢 其實是非常重要 而且一定要實施的一個政策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